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11號 星期二 請大家多多支持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幫助我們成長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各銀行通過向國有企業發放的貸款方式 消化房地產庫存 但結果卻把銀行和地方政府拖入黑鍋 漲價正在成為2024年的核心詞之一 主要有4個類型的漲價 大陸現在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 進入所謂的靈活就業模式 網路流傳帶譏諷意味的鐵人三象 吉祥三寶等 有X平臺帳號發文稱 中國銀行員工透露 現在銀行業沒落 房貸斷供驚人 被房地產拖累難以擺脫 下面請看 詳細報導 習近平放大招 銀行和地方政府都怕怕 週一 路透社報導 分析師和開發商表示 中國通過將未售出房屋改造成經濟適用房 來清理大量庫存的舉措 不太可能給資金短缺的開發商帶來幫助 因為該計劃的規模有限 而且價格可能較低 作為對受危機重創的房地產行業的支持計劃的一部分 北京方面上個月宣布了一項300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計劃 該計劃可能為地方國有企業帶來價值5000億美元的銀行融資 用於購買一件成但未收出的房屋 然而 一些私人開發商發現 他們的項目很少能被選中 因為貸款機制不足 而且該計劃預計只會在有經濟適用房的大城市推出 他們表示 國有企業的報價也可能很低 由國有企業經貿共同擁有的項目以及主要開發商萬科已經提出申請 一些開發商表示 按成本價收購的情況好於預期 一家違約的私人開發商的高管表示 如果其他城市也提出與新唐鎮類似的貸款方案 他的公司會感興趣提出申請 但他預計貸款方案的金額會很低 不足以支付建設貸款 如果連開發貸都還不上 那怎麼還貸 貸款銀行也不會同意的 上海一家開發商的高層表示 由於事實敏感 這位高層不願吐露姓名 然而 華契銀行和美國銀行的分析師表示 需要將價格降低50%才能確保國有企業獲得適度的回報 因為經濟試用房的售價通常比私人住宅低10%至50% 即使開發商能夠通過向國有企業出售已建成的公寓獲利 地方政府也可能要求將收益用於完成現有項目 而不是償還債務 另一家陷入信用違約的開發商的高管表示 這對我們作為上市公司 或者我們償還海外債務都沒有幫助 雖然開發商等待國有企業需求和報價的明朗化 但一些銀行家表示 經濟試用房計劃可能導致資產質量惡化 因為國有企業將難以產生足夠的利潤來償還銀行貸款 銀行可以以1.75%的利潤從3000億美元的再貸款機制中借款 為國有企業提供60%的貸款 總體而言 分析師估計 國有企業需要為這些貸款支付約2.5%的利息 與中國的平均租金收益率相似 這對房地產行業有利 但對國有企業和銀行不利 因為本質上已是將一些風險轉移給了他們 第一位高管表示 由於未獲授權對媒體發言 該高管拒絕透露姓名 可以肯定的是 銀行和地方政府都是規避風險的 去年2月 央行向8個城市的地方政府推出了一項1000億元人民幣的再貸款計劃 用於購買住房庫存 截至2024年3月底 其中僅使用了20億元 更大的漲價潮要到來 所有人和所有錢都在賭 漲價正在成為2024年的核心詞之一 而所有人和所有錢都在賭 更大的漲價潮將會到來 資深媒體人馬江博在馬江博說趨勢中表示 今年的A股市場中 最成功的也當屬漲價交易了 從年初至今 有色 化工 公用等行業的股票一飛沖天 市場不僅在壓住這些公司業績大增 更加在壓住會有更大的漲價潮接踵而來 而不管是從國內還是國外的情況來看 結構性漲價的浪潮可能會更快更猛烈地到來 主要有四個類型的漲價 一 輸入性漲價 這一類主要是定價權在海外 國內對外依賴度又比較大的商品 比如銅 鐵礦石 桂金屬 造紙 化學藥品原藥 棉紡等海外瘋狂漲價 最後進口到國內 成為了企業的高額成本 二 行政性漲價 這一類主要是土地財政吃緊 地方政府槓桿收縮導致的 比如今年水 電 熱燃的漲價 比如高鐵的集中漲價 今年這些已經漲了一波 但還有很大的漲價空間 三 約束性漲價 產能不足 供給受限是導致這一類漲價的根本原因 主要集中在化工品 有色 航運等行業 四 復蘇性漲價 這一類的漲價是受益於需求的復蘇 即包括國內需求復蘇 比如農產品 設備更新的相關產品 也包括國外需求復蘇 比如玩具 體育製品等 仿佛 家具 木製品 而A股相關資產大漲的背後 也是壓住這些主要的漲價潮 但我們其實可以發現 資金壓住的仍然是結構性漲價 而非全面通脹 或者全面滯漲 更多的是一種資金避險和投資未來的舉動 一個比較確定的結論是 結構性漲價背後 是全球經濟正仍處在一個類衰退階段 在衰退還未過去 復蘇也還未來臨之際 投資者紛紛提前壓住了新一輪市場復蘇 這一輪的漲價交易 更多的是一輪反直覺的 未通脹交易 持續性可能差強人意 而未來真正的通脹交易能否開啟 得盯住兩條線索 海外盯住全球信用週期擴張核實啟動 國內盯住中國債務週期能否迎來觸底回升 大陸就業模式現鐵人三項 吉祥三寶 大陸皮皮蝦節目主持人在街頭隨機採訪路人 詢問高考能否改變命運時 不管男女 老人 青年 幾乎95%以上的人認為不可能 只有幾個個別人認為需要看具體情況 有網約車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吐槽 自己當年也考了670多分的高分 但是現在也一樣開著網約車 也有老人表示 20年前高考還能改變命運 現在改變不了了 老人強調 現在靠老子當官的就行 還有家長現場現身說法表示 自己辛苦打工培養兒子上石油大學 光學費和生活費投入了十七八萬 給他蓋樓 帶裝修 又花了快50萬 但是學土木工程的兒子畢業後找不到什麼工作 最後只能跟自己一塊上建築工地幹活 我一個月都有6000元 兒子現在一個月只有2000多 該父親指探上大學沒什麼用 大陸現在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的 進入所謂的靈活就業模式 近日網上還流傳了一些新詞 比如鐵人三項 意思就是體力好的參加了鐵人三項 外賣 快遞和司機 年紀大一點的參加吉祥三寶 保安 保姆和保潔 心有不甘的參加創業三部曲 擺攤 開店 核自媒體 內幕 房子隨便處置 斷供驚人 中國銀行業錄播成這樣 X平台帳號財經數據庫發文表示 剛從一個銀行朋友那裡喝茶出來 說說聊天得到的內容 1. 每個銀行按揭 抵押 稅 信用貸等逾期 斷供率非常高 2. 銀行工作人員現在只拿基本工資 沒有獎金 一個月不到1000 上個月拿到1700元都很開心 3. 只要客戶有還款意願 電話能接 保持正常溝通 銀行願意協助展期 減免利息等 4. 他們今年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放貸 而是追討 5. 聊天過程中一個客戶打電話過來 一筆信用貸還不上 讓客戶過來簽資料 做債務重組 把未還的本金分4-5年期還 利息會有適當的減免 6. 開發商資金非常緊張 其中一個優質開發商欠的開發貸還不上 誰請展期 欠工程款沒借 施工方下面的農民工找到銀行要說法 銀行的工作人員都外出躲避 7. 資產公司也不願意接收房子 因為房價掉太快 折扣太大 銀行也不願意給 8. 法院太忙 美元限單 銀行只能把聯繫不上 或說房子 你們隨便處理的客戶優先提交上去 阿波羅網林毅綜合報導 感謝會員朋友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您的每一份鼓勵我們都銘記在心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 我們不後來 坐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